宜蘭有一間隱身在市場內 開了近百年的小店 能吃到很多的在地特色料理 像是曾經端上國宴的西滷肉 把大白菜燉煮得軟爛入味 吸飽蝦子跟香菇等食材的精華 配上淡酥更有層次感 酥炸的蒲肉 外酥 內軟 也是饕客必吃 第三代接班人余茂昌 傳承了阿公跟爸爸的手藝 勾已的他三十多年來 每天到市場去採買 堅持現做 就是要留住記憶中的味道 來 坐喔 今天幾個人 精神飽滿的招呼聲 從市場的小店鋪傳出來 在砧板後忙著切肉的就是羽茂昌 雖然是平日的一大早 小店已經有很多婆婆媽媽 為了她的手藝吻香而來 羽茂雞肉的好了 來 麻煩兩口 謝謝 不只外帶還有很多人等著內用 羽茂常天天現做的好菜 最多人愛吃的就是這一道 蘭陽傳統的Chulo菜 西滷肉 勾芡過的口感格外滑順 白菜燉得軟爛入味 蝦仁 香菇跟肉絲等配料 鮮甜的滋味融進湯汁裡 就是在地的那個 以前我拌豆菜 味道就是不錯嘛 就是比較有古早味的感覺 第一次好像是意外 就逛逛逛 逛逛進來 逛進來就叫了 結果它的鮮肉肉 一樣好吃 感覺好吃 雞滷肉這道菜 宜蘭人都很熟悉 看似簡單做起來卻很尷尷 洋蔥 香菇跟絞肉 現在鍋裡炒香 這個雞湯 雞頭熬煮的雞湯 加入嘴邊肉高湯提味 從日本時代留下來的這道菜 靈魂就在湯頭 西魯肉 這應該是那種 日本以前的那個發音吧 西魯應該是這樣 西魯肉燙 以前就大概 以前的人比較 經濟比較不好 就那些正菜什麼 就夾一夾 弄成一鍋 再勾芡了 比較會飽 一大鍋至少10顆以上的白菜 羽毛昌拿著大鍋鏟 使勁全力翻炒 才能把味道均勻的煮進去 一天就這麼一鍋 賣完就沒了 燉煮的同時 羽毛昌也不能閒著 要趕緊做西魯肉 趁底的蛋酥 你如果油不夠熱 炸起來的蛋酥會含油 吃起來容易 口感不好 動作就是要快很準 蛋酥的口感才能脆而不由 淋上勾芡好的菜 湯汁的高溫 逼出淡香 就是最傳統的古早味 也是當棕破篩的阿公 一路傳下來的家傳滋味 我阿公年輕的時候就做了 現在大概有90年了 爸爸和阿公都做那麼久了 想說回來接爺 不然也很可惜 從董事開始就在店裡幫忙 羽毛昌當完兵就回家接班 一做就是30年 這麼多年來有個傳統 傳了三代從來不曾改變 這裡是宜蘭市的光復路 在1939年道路拓寬之後 就把原本的市場給一分為二 在我右手邊的是南館市場 而左手邊的是北館市場 那這裡就是宜蘭最具代表性 也最大的市場區 所以老闆接班了30多年來 他是堅持每一天 都要親自到這兩個市場 來挑選食材 每天透架從店裡出發 南北館市場怕濕濕 蔬菜 肉品 海鮮 每一樣都要是最新的 好吃 好吃 今天要收魚 有 很好 都新的 都新的 你老的兩個都好 他叫勾伊秋 有時候這個再長 他也不會去問 對 他只要漂亮新鮮 他覺得怕18就可以了 你還一直講這樣 現在人家不會留好東西給我 對 自己選 比較知道有沒有新鮮 而且 拿好直接拿回家 我們可以馬上做 鮮紅粉嫩的魚肉 跟閃著光澤的魚蛋 回到店裡馬上下鍋 用滾水汆燙 早上會很棒 就是因為貨全部都要自己做 有些店就是都去給人家買做好 比較快 自己做比較早上 一定要去逛 逛逛還要去處理 他煮熟還要再煙燻 所以這個麻煩 嘴上說著麻煩 但魚貓昌就是堅持 店裡賣的東西 樣樣都要親手製作 你們都幾點要開始嗎 現在大概都八點才有來 現在比較沒那麼早 體力不好 阿伯年紀大 剛開始一個月才休一天 真的 真的 現在休五天了 不行 笑稱自己上了年紀 忙一天下來 總是肩膀痛 手也痛 但這份手工的細緻 化成甜蜜的煙霧 熏出來的鯊魚煙透著焦糖色 肥嫩的溢出肉汁 配上花枝 生腸跟嘴邊肉 切一盤最對味 它很汁 你吃就知道 又嫩又有湯汁那種感覺 很細膩 像那個豆腐一樣的 入口菊 對 韜克讚不絕口 人潮一潑潑的來 蒼生在市場角落的小店 總是從開店就忙個沒完 早餐都還在冰箱 早餐都還沒吃 有啊 現在都下午耶 對啊 埋頭苦幹的個性 從年輕時就沒變過 當初決定回家扛下店面 他穩扎穩打 從基本功開始練 剛學炒麵 我要吃了快兩個月吧 都自己炒自己吃 就都這樣子開始學 回來接等一下 我要是坐著蘇爸爸阿公 不是就丟臉 對啊 不可以... 不可以漏氣 對 人家開那麼久了 我接手漏氣也不行 這股浩強 讓年輕時的余茂昌 天天窩在店裡打拚 還因此跟太太 譜出良緣 他以前在巷口的西藥房 每天買菜都會經過 越看就越喜歡 然後他也覺得我很老實 然後就說要嫁了 結了婚的小兩口 一起在店裡工作 人手不多 夫妻倆什麼都自己來 當年李淑君挺著運度 也是照樣在丈夫身邊 水裡來火裡去 生兩個小孩子都來 都一起在這裡做 然後生完 然後做葉子 做完葉子以後就來了 有時候加班的時候 可能睡晚到晚上一點 來回去 然後洗個澡 睡覺 然後早上大概六點多 就又來了 他以前有想過 一定會來做的時候嗎 做夢都沒想過 夫妻倆一起撐起 忙碌又幸福的小日子 就像這每天現榨的補肉 樸實簡單卻很有滋味 就糖 鹽 蛋 然後麵粉醬就可以了 那個黑豬的小禮雞肉 人家說鳥雞肉那一塊 最嫩的那一塊 我們都用那一塊 第一個它不會很油 然後第二個它外皮 這個還滿鬆軟的 可是裡面的肉還滿結實的 我覺得這樣的口感 還算滿不錯的 它的皮特別脆 然後肉也特別嫩 我覺得吃起來還滿好的 從早開始菜刀的聲音沒停過 每天一早用鹽酒現煮的土雞 表皮黃沉沉的 肉質結實又有彈性 腰下還能嘗到滿滿肉汁 這些從棕破腮阿公手裡 代代傳下來的好味道 不只是羽茂昌記憶中最懷念的古早味 更是他在市場裡成長的點滴回憶 像這個爐台這個都我爸爸那時候做的 這個桌子也是 這個就我阿公那時候留下來的 所以我才捨不得丟掉 看久有感情了 至少也陪我退休了 我小孩以後如果要回來接他要換再換 店裡瘦瘦補補的痕跡 是屬於蔡奇亞娘娜的那份思念 不顯眼的店面在市場的溢餘 用簡單實在的味道飄香了90多年 至少也讓它破白 至少也讓它破白繼續保持 因為這樣子就不做好像也覺得蠻可惜 做那麼久的店 就做到不能做 傳承三代的蘭陽味 掌勺的人或許患了 但記憶中的美味依舊停留在舌尖 在台北百年慈生宮的老榕樹下 有家賣了30年的海產攤 招牌菜蛋酥砂鍋魚頭賣相非常吸睛 老闆娘招武錦自創的半月形蛋酥 直直站立食物種料鋪好鋪滿 番茄的大魚頭鮮美可口 這一鍋就成了鎮店之寶 不分季節都會有掏客前來尋箱 其實當年為了養家養孩子 張烏錦坐過了水泥溝洗車 因緣淨會下來到了媽祖廟前買海鮮 無視自通的她竟然能夠變出一桌的好菜 常常笑說是得到了媽祖伯跟百年樹神的保佑 來看看這位阿景怡的故事 23歲 佬靜科 變成元老闆 而且貨吞之為ipp Гос chủ 如果有隨便吃 所以不 wanted 我們想知道 那時候認為我們選擇 Hahn idol 看你對不對 慢慢來 這個都是用那個大連魚頭 裡面的料很多 很實在 不曾來過的人不知道坐在這邊 吃起來的那個感覺 真的是不錯 真的台灣人吃砂鍋魚頭 不愛吃這種的砂鍋魚頭 才會到位 在台北市內 你如果要享受到 鄉野間吃飯的生活 就到這裡 在台北保安街的慈聖宮 這一座百年廟宇 由百年老牧樹相伴 城市一角是靜謐的 但味蕾舌間卻忍不住激動 不管是坐在戶外或是室內 客人們卻為了這一鍋賣了30年 老闆娘張無錦的砂鍋魚頭 這裡裡面幾個魚 三個魚 十幾個魚 超過 這裡有金針木米 彼頭 魚丸 這個魚 這是沙灘 沙灘 蜜蜂嗎 蜜蜂 你說這個身分這個要加多少 要怎麼疼 超過十五種的食材 山珍海味都有 滿滿一鍋 齊鳴的價格很難想像是 在台北市區能吃到的美味 朝午緊堅持點一鍋 煮一鍋 而不是大鍋煮 就是要客人吃到最新鮮 最濃郁的美味 好甜喔 一鍋三碟兩碗 你不然用這樣不好看 本來是一鍋都合在館上 以前都說麵酒杯 我現在用這鍋子 菜又看得到 又吃東西又好吃 菜會慢慢醃下去 東西就慢慢醃下去 這砂鍋魚頭從賣相 就和別人不同 大片蛋酥吸睛 湯頭則是用雞湯做基底 爆料的食材 幾乎要滿出鍋外 費了大把勁 把主角魚頭翻出 炸鍋之後 吸附滿滿的湯汁 鮮美香甜 這一顆顆的魚頭 是張無錦每天早上 去市場挑選 趕在開張前就要炸好 好 這咖啡大頭粒嗎 沒錯 這咖啡大頭粒嗎 這個嗎 好 五六幾乎 我們這個都實在是廟 不是黑白的那裡 待會你吃… 要吃光你就好吃 快吃 在這水庫的大頭粒 忘記時一天就要炸上 30多顆共60片魚頭 而且每天限量 賣完就沒有 大片魚頭在油鍋裡 皮質作響 翻身時一陣腳香 這貫穿魚身的酥脆 也直達陶客的心 因為它的砂鍋魚頭 裡面那個料很多 再來就是有青菜 然後有魚 還有那個蛋酥 所以它那個湯頭非常的甜美 那我剛剛看 妳那個鵝仔魚吃得不少顆 因為我在外面吃 這鵝仔很少這麼大顆的 很汁的感覺 真的很棒 這做生意 當然不能只有一樣招牌菜 店裡除了砂鍋魚頭必點 各種海鮮更是被可人讚爆 尤其這當季的鵝仔 是每天從張武錦的家鄉 夾以斗食運上來的 來自產地直送的新鮮 妳看這很大顆 它吃起來比較Q嗎 吃起來比較Q 比較有鵝仔味 鵝仔簡單汆燙過 沾著蒜泥醬油品嘗 鮮味裡有著古早味 肥美的鵝仔超大顆 吃起來就是過癮 張武錦麥海鮮不計成本 每天一早 六點起來備料 滿滿成衣 統統裝在這地除冰櫃裡 多香的喔 差不多幾香 幾香 不香啦 差不多三四十香 蒜蜜 小魚 小魚 這個鵝仔 一家人一家人起來 給我吃十七種魚 因為你們家的魚這麼多 我們家以前 我們鵝仔都躲在海邊 海邊什麼魚都看過 漂亮的都看過 不然我們偶爾買 回來買什麼 那如果買肉的人 都要自己買 香魚 馬頭魚 白蝦 軟絲 丁香魚 甚至還有少見的青蛙 這琳瑯滿目 讓人是難以選擇 這是從小就住在 東石海邊的張武錦 就成了客人的活字點 老闆兼職塞的他 陸行前跟先生 從南部北上打拼 做過水移工 洗車 也賣過排骨湯 平凡換頭路 每一天工作十五小時 全為了現實生活 以前沒有錢不夠 還要養小孩 養小孩 還要入房子 要認真打拼 我來這裡做很多好館 為了小孩要打拼 要吃一碗飯 人家認真的很多 我一直問 這裡有很多人做 他家說有 我來台北來市五十幾年 我不知道這裡還有這間廟 他家說這裡 我從來開始這裡做 我來這裡媽祖也跟他保密很多 也跟阿嬌做一次 怎麼說 我去用車錄中 那種東西就把我收起來 我爬得很輕 我看得到東西 所以你剛剛說是媽祖 都媽祖 打拼三天 請一台 聽到一台 趁備料的空檔 把桌椅排出來迎接客人 大榕樹是最天然的屋簷 對於能在這裡做生意 張無錦心存感恩 這民國三年保來 現在百萬年了嘛 這像說也保密 對啊 有啊 現在就是親父子 你做的 對 她很輕巧 她也做得很生意 成為婆婆的好幫手 李玉子嫁來兩年多 從完全的門外汗 到現在介入佳境 張無錦雖不嚴厲 卻凡是要求仔細 給媳婦入門的功課 就是炸蛋酥 她油溫要到一定的熱度 不能就是太低溫 所以這個是跟婆婆一樣 對 學很久 學很久 因為她滿算是個技術的 也不能讓它太焦 因為焦掉 它就整個碎掉了 那你就沒有辦法 像媽媽那樣是半月形 這樣整片蓋在魚頭上面 婆婆都很有耐心教我 對啊 就是也希望 就是趕快讓我學會 因為這個是基本功 婆媳過招也可以是歡歡喜喜 張無錦對林玉慈 就像是自己的女兒一樣 就算媳婦不懂做菜 她也是耐心以待 用心教導 而在林玉慈心中 婆婆更是她的偶像 我覺得她很厲害 因為客人點 就是有時候客人想著菜色 然後跟她說 她會很快就馬上變出來給她 一開始我們的火鍋還沒有做起來 剛開始的時候 有時候夏天的時候 一天可能才一桌客人這樣 那時候是真的滿低潮 不過媽媽都會跟我講說 一天就算有一桌客人 我們也是要做 她都會很樂觀 都會說今天生意不好 明天客人就會都過來了 我認真地做 認真地打扮說 這檔一直要做起來 這給我做起來 對 這裡也很成功 來喔 看看喔 裡面做有各種海鮮熱炒喔 豐厚膠原蛋白的魚皮下鍋爆炒 蔥下辣椒或者鮮味 口感軟Q 鍋氣餘溫引擾 食道十足的古早味 火鍋炒肉讓人吃了還想再吃 清脆的瓜瓜配上彈牙的豬肉 香香十足 現炸現切的三層肉 這是店裡的另一個招牌菜 香薯外皮配上嫩嫩的松拌 完全就是架當屬於榕樹下的好滋味 無事自通的張無錦 長出關鍵在於火候 而三十年的光景 煮菜成為了養家糊口 變成了一種習慣興趣 你說有人吃得很熟的 人吃得很熟的 人吃得很熟的 對啊 很熟的 不是只有一個熟的 你也怕得到 對啊 我說有這麼熟的 因為我常常來吃 那我是覺得它的味道很道地 就是很傳統的那種味道 古早 古早就對了 我們常常就約來這邊 對啊 常常我們來這邊聊聊天 吃吃飯 不管它是熱天氣 還是很冷的天氣 十二月天我們也會去常常來 夏天 對 夏天也是一樣 應該這一鍋有乾淨嗎 有喔 不過啦 沒有這一鍋會會熱 會熱 對啊 所以有時候一天都可能 大概一百份這樣子 過年前的都很多客人 過年前的年菜都在兩個月前 就先預訂了 用一鍋砂鍋魚頭聯繫情感 三五好友聚餐聊天 享受著百年榮樹下的氛圍 城市轉角處每天總能看到 張無錦婆喜倆忙碌的身影 簡單的攤位店面 就好像來到自家廚房般熟悉 我以前懷疑過 他就是客人點那個砂鍋魚頭 那一次來兩三鍋 我以前跟他講過說 你怎麼不一大鍋一次煮 然後讓客人就是這樣一次 他說不行 他會堅持就是要一鍋一鍋的調味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接手的話 我會把他一些做料理的堅持 還是堅持下去 不會投機取巧 然後做改變這樣子 他會有少人去做 我們老是把他減一減一減一減而已 不必要 我們有常常說比較厲害 有一個人賺好了 別說要賺多少 日子如果好過就好了 而張無錦坐在大荷榮樹下訪談 覺得他拿雙愛笑的眼睛閃著 隨意靜好 這裡的火爐照火熱鬧中 多了芬名靜美 老台北人找回憶 新陶客長新鮮 一鍋砂鍋魚頭 讓人在廟口持續說故事話家常 在宜蘭羅東 有一家老牌的海鮮餐廳 老闆吳之財保留古法所製作的 傳統老菜樣樣都是正功夫 像是高渣要用手勁慢慢的熬煮 再油炸 做出來的外皮酥脆 而且滿滿的雞湯內餡 更是濃郁鮮香 另外其他像是煙雞 還有各式的海鮮 也都是親自到市場去挑選 他做的餐廳將近50年了 過程中起起伏伏 還走過生死關卡 我們一起來看 這位海派采哥的故事 多少幾乎這麼做 現實的外面買或是 像我們這樣做 每個人來這裡吃雞肉 對這裡堆 每個人不要做 都叫我土豆二號 很大塊耶 本來就是吃豬豆 什麼就是吃豬豆好吃 高棚滿座的情景 大塊朵魚的表情 在羅東夜市附近 自家開了將近50年的海鮮餐廳 爽浪的老闆吳之財 13歲開始做料理 高渣吸滷肉 菸雞 各種韓鮮 魚 炸蝦 紅蟳 老菜老味道讓客人總是不請自來 而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 這比外面厚三倍的生魚片 生魚今天有四種 這塊是雞魚 雞魚 對 雞魚這陣子來你要好吃 這塊 黑鮪魚 這黑鮪魚喔 對 這塊黑鮪魚 就是石頭 這個最油的地方不一樣 我這兩下七十多多起來 近年說那個鮪魚真相對不對 真相那些都沒頭到這裡 這剛才剛才出來的時候就買了 這塊這個切做八塊對不對 就四千塊了 八嘴 一嘴五百塊 你的店不是一年四季 都吃得到鮪魚對不對 我這個沒那麼久就都有 你的錢都放在鮪魚底 我的錢都放在鮪魚底 你的鮪魚還比較大 有吃得好 我都吃得好 邰哥的厚切生魚片 真的是名不虛傳 一倒下去至少是外面賣的 三倍大 激凍的Otoro 完全跟屏東同步 美味不分季節 無知才把Sashimi割出雕花 滿滿一嘴入口即化 其他像是小黑鮪魚 鮭魚也都保證新鮮 老店之所以屹立不搖 擺盤不花俏 也沒有華麗的裝潢 靠的就是實實在在宜蘭傳統老滋味 這個裡面就是有雞醬 豬肉 還有雞肉 蝦仁 有沉著鮪魚吞下去這樣 這個這樣是蒸的 現在還有路邊還高熟 高湯是在宜蘭上的 宜蘭的名字 在你的名字 這鍋裡面是什麼名字 高湯 高湯 對 這個就是鑑魚 這就是要高到有年久的時候 撲下去才不會算是 這樣撲下去 撲下去了 要撲多久嗎 差不多要20元 這樣撲下去嗎 對啊 這樣撲下去嗎 對啊 要換人 要稍然換人一下 差不多 那個時候要有160度的手 用手工製作的高渣 承襲古法 要在大鍋裡不停攪拌至均勻後 再倒入鐵盤冷卻 入行50年來 無知才對老味道的堅持始終如一 冷卻後的高渣下油鍋炸至表面金黃色 即可撈起 此時炭熱小心咬一口 吉堂餡料瞬間溢出 這道古早味是店內必備 以吃上癮的美味 而身為宜蘭人 除了高渣 當然也不能忘記這道西滷肉 我就做孩子很高 十四歲都認得很高 我大聲要做 要不要做 要不就是做做味 接下來去的時候 帶我去做的人 要跟公公道 跟青年在那裡 做人很高 一個好處 我跟三人都要做什麼 老味道也是用老感情做出來的 無知才跟師父 將近快六十年的情誼 一起拜師 主顧之間默契十足 我這個時候有做的西滷肉 跟別人不一樣 別人吃的口味就跟他不一樣 人家就吃 因為它吃掉就對了 大白菜等配料在鍋中滾軟 再加入肉絲繼續煮 看似簡單的西滷肉 其實需要經驗判斷食材 融合跟調味 最後再加入鋪滿蛋酥的大鍋裡 這道陪伴宜蘭人長大的美味 連大廚自己也抵擋不了 吃這個就會去煮 吃就像這次我吃的感覺 一口就一口這樣 對 我吃這個不吃得飽了 在無知才的店裡流傳著 只要一鍋西滷肉 就可以吃好吃飽 大白菜西滷糖汁 爆香過的香菇 紅蘿蔔木耳混合其中 配上古草味淡酥 鹹香夠味 濃郁又不失清爽 一脈就是長紅五十年的美味 入行是十三歲嗎 有多少 他那時候是學什麼菜 學那個黑蘭菜跟素傳菜 外星菜 有三天很難看 這時候起來要吃火 要掃頭咖 外星要做饅頭 弄饅頭 都要煮 不然雖然你學得那麼快 眼睛看 人家去煮 師傅跟我們說 記起來 從小做吃的倒也做出興趣 後來跟著叔叔在羅東開餐廳 當兵回來就娶老婆的五隻財 因為岳父母在附近有間房子 就和太太一起創業當老闆 從九張桌椅的店面開始打拚 剛才做工庫做 我差不多做半年的時候 要來吃胖胖胖胎 做台灣料理的衣服都會要做 不然的話請日本食物 日本料理的食物來 現在他做做一年 讓我們去看一看一看 都不用自己看好料做了 無知財的料理便宜又大碗又美味 很快就賣出名聲 但也因為為人海派 客人朋友到店裡都會相約喝兩杯 那段日子無知財天天都有酒局 好 希望 人家是一杯 我是一杯兩杯可以這樣賭 十秒鐘我來 跟我們太太說什麼 我們老闆在那裡酒了 就去 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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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 四年前的she 就焦酒聊天 沒時間いただ來 三點半了 去你當頭出飯 portable 那虎老闆搜尋 怎麼辦 最後坐ハハ 那什麼牢應該要隨便 ерг人第一次 我又聽到船一電話 快 pergunta 那有感覺 因為喝酒每天都昏沉 連在家下樓梯都走不穩 這一摔徹底改變無知財的命運 還電弦發著 不知道那個是電弦 它就一直這樣子 腦子摔到影響記憶力跟行為 幾次在命為邊緣 要送進開刀房 卻又害怕動刀的風險 但或許是老天爺幫忙 無知財盡奇蹟的 只靠藥物就好轉 他從此滴酒不沾 連太太都覺得不可思議 他真的很厲害 酒喝那麼多 喝了幾十年竟然會改 就真的完全沒有 真的都完全沒有喝了 對啊 14歲就入行吃苦不知財 做事就是比別人多了一份毅力 除了藉酒的決心 他還堅持每天上市場選購食材 要來這裡不賤 我這兒和我老公幾十年了 我出來做生理就開始買得更多 90歲了 90歲了 對啦 厲害耶 對啊 我做60萬年了 我來做10萬年了 他應該是要來得更多 老闆很和氣 很乾脆 他就買什麼就要材 他不要去公家賞 肉不吃 現切當天的溫體豬 各個部位新鮮看得見 買食材順便畫家常 重感情的程度可見一般 真要求 這個一定要現工 現老的 比較有利用 他本身對這個也都很 很厲害 這個很黑青 這是那個風雲 這個都會跟才哥那個 報備一下 對 這樣他喜歡什麼 我們會給他留起來 你跟老大吉的都知道 你一定要先跟他講 你跟他先跟他講 其他可天宮不作美 近港的漁獲不算太多 但大家都知道最新鮮的 一定是要留給吳之財 而他的熱情 也讓清晨六點的羅東市場 充滿朝氣 我們都拿這個大米雞 雞比較新 他的雞都給老婆給我 對 鹽雞 你不能拿賣賣賣賣賣 他都省省省 他會來看 沒有冰的 現代的 現代的 現代的比較好 沒有幾個冷凍 雞肉三個比較好吃 應該是現三個 像這個他差不多三、六十隻 半小時內的煮雞計畫 每十分鐘都要把雞拿起來 將肚子的水倒掉 總共要三次才能完成 再加入米酒和鹽 均勻給雞來按摩 你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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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剁的煙雞 多汁又油亮 城隍的表皮 是因為餵食玉米 讓客人吃得更安心 吃起來是Q又香 肉質則是軟嫩不乾柴 完全就像吳之財形容的那般 屬於宜蘭人的古早味 縱橫餐飲五十載 也曾經經歷生死劫難 唯一感謝的 食屬枕邊人的一路相伴 叫我不錯 一年一世人都在吃餐廳 這沒人會 你孫子愛他一個 其他都沒有 宜蘭最老的古早味餐廳 有著醉面就情的老闆 胡芝才一輩子都在做菜 十三歲的野民首快到六十四歲的 爐火成雞 歲月讓滋味變得更動人 想念的老味道隨時來都在 版豆是台灣很特別的飲食文化 也是早年富有人情味的宴客方式 不過隨著時代變遷 這樣的文化逐漸視為 在新北就有一位 棕破腮黃蒙遠 從小因為不喜歡讀書 受到家裡環境影響 就一腳踏入了版豆行業 長達六十年 他的版豆料理 每一道都是秋落菜 做工非常講究 儘管耗時費工 黃蒙遠還是希望 要把這樣的文化表得下來 真容不斷地冒出熱煙 大夥分工熟練的裝飾擺盤 師傅忙碌地從油鍋裡 撈起炸物 整個過程 玩入一場迷人的料理秀 提到到龍蝦鮑魚 各式山珍海味端上桌 台上漸情歡唱 台下冰客開心品嘗 原桌上滿載著韭菜和人情味 因為小時候就常常吃這種版豆 那覺得這個就是味道非常的古早 很懷念這個味道 因為就有媽媽族的味道 我們一直是鄰居 然後吃過他們好幾十年 然後很在地的味道 他們的佛跳牆非常有名 然後排骨也很有名 很多菜都很好吃 而且一直不斷地在秋變 還不錯啊 今天這個海鮮素還滿新鮮的 湯頭還滿濃郁的 跟一方有點不一樣 就還不錯 人稱豆腐師的黃某遠 坐鎮零食搭建的廚房 猶如指揮家 一大早廚房忙得像戰場 晚上六點才開桌的宴席 早上七點就要開始準備 這邊要拌桌幾桌 二十 這裡拌二十桌 這邊忙著油炸 那邊洗菜備料 此起筆弱的切菜聲不曾間斷 反抖最重要的就是跟時間賽跑 上百道菜得在短時間內通煮完成 一場料理秀就此展開 我做了一個龍蝦三明治 然後還有一個鮑魚 然後一個佛跳牆 再來一個是海鹽烤大蝦 還有一個雞湯 國中畢業之後 不愛念書的黃某遠 選擇去當廚師學徒 也奠定了料理的基礎 我從國中做到現在 我媽也做了幾年 六十七歲 以前吃東西很會腮牙齒 然後我們有很多阿姨就說 你去吃豆腐啦 吃豆腐都不會腮牙啦 我媽媽就一直罵 我們又是沒名沒姓的 你為什麼叫我們打呼 雖然取名豆腐師 做事卻很有自己的原則 對於品質一定嚴格把關 這些團隊的朋友 跟你只要合作 跟你合作很久了嗎 老朋友了 都老朋友了 那合作幾年 幾十年了 像這個都認識我幾十年了 現在幫我切菜這位小姐了 從剛剛一直吃到今天 應該都切不定耶 還沒有 還沒有 還有很多要切的 反正有的切 有的洗 有的炸 有的煮 都有啦 我們這是綜合的 什麼都要會做 他們也要洗碗 也要洗菜 要端菜 收桌子 什麼都是萬人的啦 這個用洗的那邊 這樣洗到沙 還要倒沾 再來淀冰水 冰水淀一片冰水 冰水再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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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注意 稍微氣好得要在這裡冰水 今天好得是孫子 老皮混作細批 給他拌沙 每一場板斗的流程 都因為桌數 菜色而有所差異 師傅 豬腳 每個人都身經百戰 現場都是四十年以上的老經驗 考驗綜扣篩的觀察力 以及團隊精準的默契 你要分一下 去哪裡 你看爸爸在哪裡 還會蒸肚子 我怎麼蒸 他們怎麼告訴我 這個是國菜 火跳牆真的是國菜 尤其是過年的時候 我所接觸的大概 三個家庭裡面 最少會出現一道火跳牆 温火慢噸的火跳牆 湯頭喝起來清甜回甘 加入筍肝 芋頭 排骨 肉絲 干貝等食材 鮮味濃於一中 始終都是客人贊不絕口的第一名 兩公斤 52兩 快要四斤半了 這隻快要三公斤了 這隻就省把它六千多塊 你到餐廳去拿十張出來吧 不知道吃得到吃不到 在路邊搭棚板豆 省下大飯店的人士 以及廠租成本 一切都回饋在菜色 王某遠不計較成本 就是為了讓客人滿意 甚至也常常求新求變 等一下還會放干貝 說創意也不好意思啦 但是有的時候就是 忽然間連光一閃對不對 像這道干貝酥 鰻魚米糕 是精選台灣溫體豬 新鮮紅蔥頭邊香 食用吹豆 蒸製糯米全程手拌 加上獨家搭配的干貝酥 以及蒲燒鰻魚 將米糕的層次大大的提升 板豆的菜色中米糕代表高升 雞肉取台語的諧音代表P-gate 每道菜窯都有其祝福的心意 這個東西真的是把鄰里間 跟親戚朋友的關係拉得很好 我很小的時候 那時候去給人家請個拜拜什麼的 他們都要自己拿桌椅去 你家有什麼搬什麼來 翻山越嶺的去給人家請客 早年台灣的板豆料理 每一道都是秋樓菜 做工講究 金火細蹲 費食好工 還得雕容苛縫的排盤 除此之外 每一個環節都不穩定 要四處奔波 還要找廚師和G咖 在冬冷下熱的戶外環境料理 適應客人習性與要求 每一場都是全新的硬仗 印象比較深刻 我那時候還年輕 在冰江街的時候 那時候水災 去做的時候好像是三十幾桌吧 那個冰江那個提案 發大水的 煮人也堅持要辦 煮人也辦也沒辦法 做做做 做到下午的時候大水來了 除龍蝦 明蝦 魚 一箱一箱的看它 拜拜 真的啊 飄走了 沒關係啦 因為辦了三十幾桌 只來了三桌客人 坐在水裡面吃飯 那時候就塑膠椅嘛 水都淹到那個一半的椅子 他們還要吃 碰到那種客人我們也沒折 使命必達的上菜 每一場都要做到冰煮盡歡 王某遠不敢說 自己的菜是最好的 但場內場外 他都用心執行到最好 也因為堅持才能造就經典 這個風時好長喔 最起碼要十五個小時以上 每天呢 很長耶 如果加上你從家裡出門 再回到家的那個路程的話 那就不止了 當年十六歲的身影 一轉眼已經過了六十歲了 身經百戰的棕透腮黃某遠 沒有一刻想過要轉行 女兒不捨爸爸的辛勞 也自願回家幫忙 阿姨 哭公要兩桌喔 不要說兩桌 因為我以前也是在學校裡面做 就是學校的營養午餐這一塊 也是管就是廚房 這一些內容 然後那時候我的主管 他知道我們家裡是做飯桌的 他就一直跟我說 你為什麼不回家做 但我爸爸一直覺得 飯桌在台北就是一個還婚事業 回來做沒有前景 對 但當時我的主管就鼓勵我 就是他覺得 什麼行業都有辦法繼續走下去 就不要放棄 所以那個時候他是先 建議我可以先去飯店工作 先去做宴會業務的工作 才會知道說 現在的客人需要的是什麼 我做了快四十年了 你做這麼久 我那個 對 真的 我二十九歲開始做 真的喔 現在六十五了 真的 但現在年輕人都比較不願意做這種 沒有啦 現在年輕人很苦 如果像我女兒要做我也捨不得 就是這樣的心 以前就是這樣問我做 對啦 女婆子還拿來 女婆子還搓眼 找他玩 女婆子還要找他玩 我拿來這裡 我拿去 大面向外面 大面向外面 其實好像不一樣 心臟要夠大顆 心臟如果不夠大顆 有時候會跳不動 他不接的話 我搞不好我已經退休了 我就 我不要那麼累 其實是這樣 累是真的累 我很能罵對不對 有的時候 做到最後有一種成就感 為什麼滿足那個虛榮心 暫時殺場 隨著晚宴時間的逼近 全顏曼顏 擺盤 上菜 一道道流程繁複 但在大火和立分工之下 卻不失秩序 2023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年 也就是我們的前兔年 我們的主廚大師 來到現場為大家講述 好朋友每一樣菜的 都是我們中後菜的青肉菜 設想味俱全 許任何位嘉賓慢慢的享用 我們現在要做到的就是一條龍 你今天找我 我盡量滿足你全部的需求 對 你要搭棚 你要音響 今天的音響主持人 都是我們叫的 對…你要飲料 對 他才會覺得說 我不是因為我吃飯桌 我什麼都得自己來 我很麻煩 對 所以就像剛剛說 我們把飯店那一套移到了 就是飯桌身上 對 我們除了想要推廣飯桌之外 就是要讓大家想吃飯桌的同時 不會太麻煩 面對過去一天十場八場 到現在一週有兩場 就很難得的 板斗產業現實狀況 嘉賓知道他們要改變的還有很多 最早只是覺得說 想回家幫忙 看有沒有辦法做起來 然後做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發現我們累積了一點靈氣 你開始覺得 我們想讓更多人認識飯桌 就是你做的不是 不再只是為了生存 你覺得你有本事做更多事情 我覺得就是 這又是做飯桌困難的地方 又是它最有樂趣的地方 對 我覺得每天都是一種挑戰 把一道道美味佳優 送進客人的全齒間 黃老遠父女希望 把在地的版斗文化 留存在台灣人的生活裡 想要留住的 是這些老回憶 老滋味 藉由不同的人情味 傳遞新的溫暖 建議你 有一個湯 裡面就採用很多 你先吃看看好不好 好 謝謝 來 這些月亮下廳 對 這好像很久了 中午的用餐時間 客人陸續上門 熱情的招呼聲 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端上桌 讓這間南投的三合院 熱鬧了起來 真的是很好吃 青門蠔友來 指定要來這裡 來一次就上演了 肉吃起來的嚼勁 就是QQ裡面還有的軟 咖啡有軟性 不像我們普通的雞軟爛爛 自然意外不能言傳 講不出來 像我們一般佛跳牆裡面 會有芋頭 它芋頭就很軟爛 可是不會整個都糊掉 然後湯頭也很濃郁 東西都好像不計成本 都很好吃 我們常常來 都從台中來 這裡的客人都是莫名而來 向著每桌必點的佛跳牆 湯頭口感濃郁清香 豐富的配料 超有古早滋味的 排骨和芋頭燉得很軟爛 讓人忍不住一碗接著一碗 還有這個招牌的東坡肉 肥肉入口即化 香而不膩 瘦肉軟嫩入味 一夾就斷 三層肉的口感 令人回味無窮 這些台菜有一些部分 都是自己小時候 常吃的古早味 因為這邊務農 因為一定會自己 會釀造一些 比如說我們自己釀的醬筍 我爸爸的四方菜菜桃籠 他就會這樣子吃吃吃 我覺得這個味道真的很棒 可能或許在一般的都市裡面 他們比較少吃得到 我都覺得他們可以來試試看 這種價格的古早味 可是每一個地區 他們都有代表性的 不一樣的古早味 我覺得它不能流失掉 不能失傳 所以就把它 我覺得可以把它融入 在我現在開的這家產品 不只是台菜料理 這盤聚集了十幾種蔬果的沙拉 豐富的視覺饗宴 就讓你不知從何動手 美味的幕後推手就是他 陳志雲 他說開餐廳第一個條件 就是食材一定要新鮮 客人點了當天才做 而且食材幾乎都是自家生產 我們這邊的火龍果 是 我非常可以大聲地講 它真的是有機 因為我們沒有撒 很明顯的 這已經被鳥偷襲了 那我們直接拿這個來撒 我們現在來摘野薑花 這個野薑花是台灣特有 其實應該是說原生種 因為一般你們看到野薑花 都是白色的 那我們就 這是我自己種的 自家的花園裡 種著當季的蔬果 陳志雲喜歡美的飾物 就連水果擺盤配色都很要求 鳳梨 無花果 秋葵 香檳葡萄 奇異果 野薑花 十幾種搭在一起 酸酸甜甜碰撞出美妙的滋味 就像他們一家人 一起經歷的人生旅程 然後剛才回來要添加濃度 我們再做菜汤的動作 其實它要過水 它要過火水 所謂的過火水就是水 它會一直開始讓它添加 這樣之後才會保持開 它在這方面它太久了 東坡肉不柴又Q的關鍵 在於過兩次的活水 才能保有Q度 不用中藥乳包調製 只有簡單的醬油香 傳統的古早味 就是媽媽的味道 他載到那時候學很久嗎 學了三十年 學了三十年 小時候我小一點就開始 這道富貴東坡香 是媽媽謝月美的拿手家常菜 他開玩笑地說 當初是害怕種田 所以躲進廚房 二十多年前丈夫經營茶廠 投資失敗 一夕之間 人生就像跌到了谷底 當時因為被朋友背叛 陳寶欽負債幾千萬 生活陷入了困境 三餐都成了問題 那年剛才很難過 還沒錢 我還沒錢 我還沒錢 他吃孫子 佩孫子 我這樣沒錢 我就說我回家去討兵 去媽媽討兵一下 照一頓錢回家 那種沒錢已經練到 不會 不能說了 因為欠人家錢嘛 相對的一定有黑道來討債 我雖然不知道 可是那天是晚上 然後爸爸就突然躲在後家 我們家裡的後院 然後整個神志不清 我們儀式就是 好像喝了農業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覺得整個家裡的氣氛 非常的低迷 不知道怎麼這樣子 再走下一步 不知道怎麼去走 陳志雲當時才國中二年級 黑道討債 鄰居拉布條抗議 一幕幕都讓他記憶猶新 為了維持家計 爸爸媽媽先在市場擺攤 賣鹹豬肉 這樣才能勉強虎口度日 後來隔壁小攤 願意傳授家傳六代的 滷肉飯廚藝 他們才在南投 以及彰化北斗 賣了二十多年的滷肉飯 這一路上 除了有家人的支持 還有貴人相助 才能走過低潮 很難過 就是我們媽跟兒子 他給我鼓起勇氣 這裡有辦法 逃過這個浩子 還有感謝我 文公台北的 正位建設的當事長 拿兩千萬給我求 但是落葉總要歸根 於是一家人決定回南投 三合院老家 轉型開台菜料理餐廳 回到南投 陳寶欽開始學習養雞 了解雞的特性 從零開始摸索 是我們古早的天味 這是說的 像黑土雞 吃起來比較Q 比較無情的香味 所以我就選擇這款天鑑 自家養了土雞 吃起來也特別的安心 陳志雲還結合南投 在地的特產 開發創意料理 這道菜的名稱叫 養生茶油 醬香氣 不明示意它就是特別養生 那所謂的茶油 我們在地這邊是茶香 南投民街廂是茶香 採用當地的茶油 下去做料理 那要特別因為我們的茶油 千萬是不能做高溫 去做油炸或是放不住 它只能再起鍋的時候 去做一個香味的製作 以紅燒的方式 利用中火去味道收汁 類似三杯雞的做法 加點茶油逼出香氣 雞肉吃起來很有嚼勁 帶有淡淡的茶油香氣 是非常下飯的私房菜 還有這道創意客製月亮蝦餅 也是店裡的超人氣 這個是泰桃粉 它這是主要的這個 整個蝦餅的最佳的黏著器 然後一般我們外面的蝦子 它們會打成泥狀 可是我們就堅持不打泥 新鮮自己現剝的蝦子 然後我們會把它切成 稍微有點塊狀 這裡的月亮蝦餅 內餡非常的豐富 有蝦子 豬絞肉 蝦漿 魚漿 花枝等 還加了芹菜跟香菜提香味 增加口感層次 另外要讓蝦餅酥脆 還有非常重要的關鍵 月亮蝦餅 為什麼要經過兩次的這個 游一下 它經過兩次 第一個是要用總體溫的油溫 然後先讓它做定型 先做定型 讓它慢慢平衡 之後我們再用高溫 高溫油炸的設計 主要是讓它滴出來 它才是一個脆脆的口感 讓蝦子吃起來 就能夠更有趣的 月亮蝦餅 在薄薄的黃金外衣下 有著厚厚的內餡 大口大口咬下 感覺非常的扎實 彈牙的蝦仁 搭配蔬菜的甜味 口感相當多層次 裡面吃得到那個鮮味 然後它外面煎得很脆 然後吃起來就是吃了一口 還想繼續再吃 好吃 讓大家說好吃 讚 它的菜是很好吃 它們的月亮蝦餅 非常的真材實料 剛剛你看到我們一上煮 就全部都吃完了 然後這邊的用餐環境很好 如果你想要帶小朋友來的話 吃完飯可以到外面的草地遛小孩 然後這邊還有泡茶的區域 對 很棒 儘管人生的道路上有風有雨 但只要一家人齊心 就可以克服困難 三合院裡的美食 除了有親情 恩情 還有農得化不開的人情味 新北市的萬里區 有一間三姐妹合開的農家菜餐廳 主打無菜單料理 以自家種植的當地蔬果 或是在地的特產入菜 濃濃的人情味 總是需很多人上山來嘗鮮 幾年前他們爸爸過世之後 孝順的三姐妹將老宅整修 讓82歲的老母親 可以常常回老家走走 後來上山的人越來越多了 無意中藏到三姐妹的好手藝 鼓勵他們開餐廳 於是深山的古宅餐廳 就這麼開疆了 一家人同心 要重拾往日的歡樂 也把爸爸的好手藝給傳承下去 綠樹環繞 藍天白雲陪襯 微風徐徐地吹來 彩色風車輕輕地轉動 深山裡的紅磚房 沐浴在陽光下 不時地傳來歡唱嘻笑聲 滿屋子的客人不管認識不認識 來自哪個地方 透過歌聲彷彿有股魔力般 就像回到家裡一樣自在 因為他這種房子三合院嘛 我們以前現在的古厝很少了 所以我們很喜歡來這裡 印象比較深刻就是這裡空氣好 然後人情會很濃 一進到這個好像一個村莊一樣 感覺就是整個心情就很開朗起來了 看似平凡的古厝 其實是一間人氣餐廳 來 江老師上今天的高湯 今天的高湯是養生樹菇湯 謝謝 謝謝 大姐撿廚房忙進忙出 負責招呼客人 越接近中午 廚房裡忙得就像戰場 王小姐 好像女人最近到了 好 那個魚 魚先幫我弄 好 這個魚頭 你要輕輕地翻炒 它就不能夠大力地翻炒它 因為它會濃化掉 我會加一點點 這個 辣椒 好 再來就是 主角就是這個芹菜了 二姐剪熟針做正廚房 一心多用要過好幾個爐火 小妹剪熟分 則是最好的得力助手 先把它炒到有一點焦黃 有一點那種黃色的 就是讓它的那個味道 逼出它的味道來 現在就是把花椒 橙椒一起放下去 然後再來就是乾辣椒 以前是那種傳統的那個醬油味 然後我想說 就做一點比較不一樣的味道 給人家吃 就是差異化 因為我今天在 在那個什麼 在一般的這種原味豬腳 一般餐廳都做得出來 然後我就跟那個師傅在聊 他說做一點差異化的東西 招牌的芹菜芋泥 需要經過反覆的蒸煮 做法費食費工 吃起來清爽開胃 大受好評的豬腳 補到軟嫩有膠質 還有放膳玉米肌 肉質Q彈有嚼勁 雖然沒有華麗的擺盤 卻能吸引客人三天兩頭 就來報到 家常菜就是古早味 像媽媽煮的味道 我是兼朋友邀約過來 我也第一次來 但是我來這邊 有四萬桃園的感覺 像這個三桶蠔 非常好吃 入口即化的感覺 讓客人讚不絕口的美食 其實就是農家菜 餐廳主打無菜單料理 標榜的是天然原味 每天早上現採新鮮零食叉 今天先採的是三桶蠔 三桶蠔 對 都是自己種的 這要怎麼拿 就把它拿起來了 上面這裡 不是 要把它拿起來 然後它把它拿起來 這好種嗎 這個算好種 但是它就是有季節性 就是這個春天而已 大概長到四月 四月底五月初就沒了 菜園就在古厝的後方 當季有什麼菜 就採收上桌 顧客吃到的 都是雄青的滋味 像這個就是爸爸種的茶園 再過一個禮拜左右 就可以再來採茶了 自己自茶 還有種不多 大家都是農事玩一下 我會做一點 然後自己做自己吃 爽朗的笑聲 是小妹減淑芬的招牌 旁邊的人 常被她感染快樂的氣氛 只要一有空閒 她就會帶著遊客 體驗農村生活 萬里古厝原來是 一家三姐妹同年長大的地方 五年前爸爸因為大腸癌 離開人世 媽媽陷入憂鬱甚至退化 女兒們看在眼裡相當的不捨 決定陪媽媽回山上過生活 這邊韭菜以前 已經大概有五十年的歷史 五十年喔 對 因為這是爸爸的時代就種了 韭菜的東西是長年生 你割掉之後呢 牠會再長 媽媽是太遠的薄 對 牠回來山上之後 身體比較好 不然的話 在都住基隆的時候 住都姿勢的時候 都腳不好 走也不會去 我這個女兒跟她說 媽 妳怎麼這樣子 常常想 想也 怎麼想牠也不會回來 妳要一直想牠幹嘛 人家都... 他都走路 然後妳一直想牠一直想牠 儘管時間流逝 思念卻不曾停止 簡爸爸是家裡的精神支柱 他離開之後 這裡也變成大家 不敢碰觸的傷心地 因為覺得 處處都有爸爸的影子 因為爸爸剛走 是一份心痛 可是日子久了 我覺得是一份... 很... 那是一份思念 我們的竹鳥是老二 對 這有個媽媽 這個是媽媽 對我吃大甜 其實真好 我在講說 妳自己吃 這麼好看 一開始大火只是想陪陪媽媽 藉由種菜療傷 回憶爸爸的溫度 沒想到朋友們品嘗過 三姊妹的好手藝之後 鼓勵他們不如開餐廳 招待客人 一間深山裡的古厝餐廳 就這樣開張了 餓了喔 這些都是玉米雞喔 對 他平常都是吃 除了我們這些菜渣 跟廚宜以外 都是吃玉米的 其實他們都吃得很飽 你看他的下巴都很飽 有嗎 他應該他們早上 有來餵過 早上餵過 下巴都那麼飽 這種... 其實這種感覺 真的很好 因為想到爸爸還在的時候 因為爸爸還在的時候 爸爸還在自己養雞 這養的雞跟外面完全 真的是不一樣 小時候的回憶 彷彿莉莉在目 於是點子最多的小妹淑芬 把大姐二姐都號召回來 三個人個性不同 也分別有不同的專長 我是豬娘 豬娘 對 我負責在那邊吵吵吵的 我是G咖一號 什麼都要負責 洗菜 切菜 對啊 然後種菜 這是我的事 我先把客人安安好 然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買單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做膠 這是我們自己 這是用新鮮的那個辣椒有沒有 就下去用鹽下去醃漬 然後他的時間就是一定要說 15至20天以後 他才能夠用 對 這是我們現在比較 就是我們的特色菜 就是我們的剁椒米 就是用這個 因為爸爸那時候 生病的時候在家 在家的時候 因為我在照顧他 所以我都會煮菜給爸爸吃 然後我煮得不好 爸爸就會馬上跟我講說 你這個東西應該怎麼做 怎麼做 而不是就是這樣炒 這樣會不好吃 簡爸爸年輕時是棕後腮 萬里的流水席都是由他包辦 蘇貞從小幫忙 也傳承了好手藝 但開餐廳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開始沒有經驗的三個人 吃足了苦頭 我連在家裡都很少下廚 剛開始會完全沒有頭緒 就是妹妹很緊張的 在煮著她的東西 那我也很緊張 那緊張把她煮好的東西給端出來 可是端到桌面上之後我發現 我碗筷子通通都還沒上桌 然後客人就看著我 我也看著客人 我就跟客人這樣 你沒有自己帶碗跟筷子來嗎 剛開始去年那個繡球花的時候 不是那個碗嗎 很多嗎 就是洗不完的碗 洗到哭耶 真的哭了喔 她還講說 她還講說 為什麼還沒有洗喝那麼多的碗 人生在那邊邊洗邊哭 真的是要暈倒了 三姐妹小時候在打鬧中長大 現在互為助手 大小聲中 姐妹情聲異於言表 靠著彼此的默契 他們也希望把爸爸的古早味 傳承下來 以前只知道爸爸很會做芋頭的料理 可是因為我們都時間久了嘛 可能因為小時候只會吃 但是根本就不會做 然後後面我又想到說 姑姑跟爸爸生活在一起那麼多年 姑姑應該也會知道 所以我們就要再請教姑姑 就是我們那個玉瑕姑姑 然後她就 姑姑也很熱情 她就馬上就回來教我們這一道料理 所以這道料理 就變成我們家的私房菜 你看她這個就是Odimon的特色 你看她的皮很這麼厚 尤其是像我這個愛吃豬腳的人 從小爸爸就是弄這種豬腳給我們吃 然後我就說吃豬腳就是要吃這個皮 這個皮沒吃到這個皮 就等於沒吃豬腳一樣 在美食中找尋爸爸的身影 就像她不曾離開 在簡爸爸生病的這幾年 負責照顧她的二姐簡淑貞 感受最深 年輕時的她很叛逆 直到爸爸的離開 才明白她的用心良苦 她一直在講說 其實我小孩子裡面 她真的最擔心的就是我 因為她以前常常跟我講說 我孩子要娶你這麼大 我說爸爸沒辦法背你這麼老 因為太愛爸爸了 所以思念常常讓眼淚潰提 但樂觀的三姐妹 知道爸爸愛熱鬧 所以她們也收拾悲傷的情緒 希望把美食跟更多的人分享 把思念化成動力 重現童年的農村時光 三姐妹齊心 要讓來到這裡的客人 感受到那份純真 和家的溫暖 宜蘭有一家在地出名的 懷舊餐廳 開業二十年 每天幾乎都是人潮爆滿 張牌菜黑嚕嚕是用皮蛋炒滷肉 超香超下飯 每週必點 還有改良異國料理的 辣椒蝦配烤麵包 串燒蝦 口水雞 涼拌荷包蛋 各種創意的修羅菜 老闆小大哥被稱作 是宜蘭最嗨的老闆 在店裡他常常帶著麥克風 一下子發棒棒糖 一下子還跟客人玩把布冰淇淋 童星大爆發的他 過去其實是水泥工 卻誤打誤撞 成了宜蘭超人氣名店 搭壁上各種古早的畫報 不少老唱盤 石墨 還有當年最夯的摩托車 點綴在每一個角落 布桌椅放置其中 宜蘭這家復古宮懷舊餐廳 每個元素都能看到歲月的痕跡 古早風情像是穿過時光隧道 穿越回鄉下的阿嬤家 一入座還沒點餐 糖果就先送上桌 夾弟弟 還沒滿十八歲都有生 來…小朋友來 來到這裡每個人都能返老還童 其中最會炒熱氣氛的 就是老闆小戴哥 穿著俐落的吊嘎 一頭時尚金髮 畫著麥克風就像主持人一樣 每一桌都是他的舞台 抱著糖果桶跟大家一起嗨 我覺得說這個是懷舊餐廳 要讓客人來這邊吃飯 有一點感覺 有溫度 很多家長帶小朋友來吃 還是阿嬤 阿公來喔 他們下次會說去哪邊吃飯 要我送棒棒糖那一家 小朋友喜歡 那個阿公阿嬤還喜歡 他在宜蘭應該就是 找不到地位跟他比他還嗨的人 很好玩很好 而且老闆老闆娘都很風趣 像剛剛我們坐下來吃飯 就每個人先發個糖果 就是很親切啦 來這裡用餐很舒服 有種回阿嬤家吃飯的感覺 說起回阿嬤家 那當然不只好玩 還要坐下來吃一頓 懷念的好味道 保證你們好吃 如果不好吃不用錢 那你們請慢用 小戴哥掛包緊的招牌菜上桌 看起來一盤黑黑很不起眼 他的菜名就叫藕露露 裡面是皮蛋炒絞肉 用看得不準要吃了才知道 淋在飯上濃濃醬香浦面而來 攪拌均勻 每顆飯粒洗浮醬汁 吃進嘴裡夠味不油膩 鹹甜鹹甜讓人一吃就開胃 是最多饕客必點的景點招牌菜 他們最好吃的就是那個 黑嚕嚕是不是 我覺得那個好好吃 就有香味的一些東西夾在裡面 那個就飯飯特別好吃 這是媽媽煮的口味 所以剛剛連我們這位媽媽 多吃了一碗飯 其實伊蘭人的嘴巴滿挑的 但是它的口味是做到 讓伊蘭人都可以接受 在地人都愛小戴哥的招牌菜 看起來簡單 但製作的火候很關鍵 先炒香絞肉用油膏跟胡椒滋味 加水翻炒炒到香味出來 這時候秘密武器皮蛋下鍋 融合其中讓滋味更濃郁 因為皮蛋炒絞肉 炒好之後不曉得要起什麼菜名 所以起黑嚕嚕 就皮蛋炒絞肉皮帶黑的嘛 就乾脆起黑嚕嚕這個名稱這樣 口點薄芡煮滾收汁 香氣越來越濃 這裡最特別的就是每一份歐嚕嚕 都要現點現做 保持第一手的香味跟口感 比起市面上放在鍋裡加熱的滷肉汁 燒得死鹹甘甜更明顯 同樣超人氣的還有這道辣椒蝦 改良新加坡經典菜色 一隻隻肥美的大白蝦 在蔥 蒜 辣椒煮成的鮮紅醬汁上 金黃滑蛋點綴其中 旁邊一塊塊烤好的香酥吐司排列整齊 上桌用看的就很誘人 蝦子肉Q彈鮮甜 鹹香中舌尖嚐得到微微辣度 酥脆鬆軟的麵包吸飽醬汁 鹹 甜 辣 每一口都是雄青的滋味 早上煎的食材當天用 這樣就保持它的新鮮度 如果你品質沒有顧 你變老店會被人家淘汰掉 開業超過二十年 每天還是人潮滿滿 從二樓往下看 復古造景就像是公仔模型 每一桌的客人都豪爽的大口開吃 小代哥跟太太穿梭其中 招呼客人默契絕佳 二十年前小代哥去中國玩 認識了朋友的表妹陳碧雲 短短幾天的相處 加上回台灣之後每天熱線不斷 兩人就這麼浪漫來電 講電話講一講好像覺得 這是我要的女孩子 那我想說 不把他娶回來 這麼好的女孩子 如果被人家騎走了怎麼辦 認識六天就結婚了 這樣算不算是閃電 對 真的我沒有看過 這麼帥的男生 而且身材很好 重點就是後來跟他 聊天溝通的過程當中 覺得說這個男生很負責任 所以才讓我覺得說 要不就拚一次吧 試一下吧 鼓起勇氣從家鄉為愛來台 兩人結婚時 餐廳才剛開幕半年 原本戴秉諺只打算 做間簡單的小吃店 會變成懷舊餐廳 完全是個美麗的意外 你看現在看到的莊塊有沒有 都去以前我們自己漆的 我做水泥工 想說沒有什麼金錢 可以裝往漂亮的店面 我們就漆水泥去莊塊 來營造這種差不多50年代的氣氛 剛開始是因為沒有錢 後來誤打誤撞 結果這個氣氛很棒 客人都喜歡 二十年前台灣還不流行主題餐廳 這樣一家在宜蘭鄉間的小店 反倒走出特色 戴秉諺到處蒐集 沒人要的老東西 但沒想到客人捐的比他還快 店裡八成以上的裝飾 都是客人送來的 你現在看得到這整排都是 這紅嫩雞 上面的東西都是客人送的 他放在家裡會長灰塵 所以很多客人把他家裡的舊東西 拿來放這邊 他還會更高興 他有時候帶朋友來吃飯說 這是我家的 得意的炫耀著自己的寶物 來到這裡就像回到全埔的兒時 這裡的菜同樣也有一股 反埔歸真的滋味 用最簡單的食材 變出各種獨特佳肴 臭豆腐切一條 跟五花豆去切一條之後 放在鍋子裡面炸 炸了臭豆腐會酥酥的嘛 再放入那個蒜頭 芹菜 爆香 在大火中翻炒 臭豆腐 芹菜 香菜 各種濃郁香氣融為一體 不用太多調味 就讓人聞了機場露露 上桌首先大飽眼符 各種不同的顏色繽紛誘人 吃進嘴裡芹菜脆口 炸過的臭豆腐特別有嚼勁 越咬越香 額外下飯 同樣炸過的金黃美味 還有這道酥脆的串燒蝦 炸過的大白蝦香香酥酥 用蔥 蒜 乾辣椒跟豆豉提味 喜歡重口味的絕不能錯過 這就是外酥 然後類的Q糖 因為它是蝦 它不會說外酥 然後裡面的那個蝦肉 柴柴的很不會 它是Q 所以我覺得那個蝦子很好吃 而且它的口味是偏向比較 古早的手把 不像現在會太多的佐料 它比較單純 對 吃起來會比較入味 好菜一道道上桌 大家忙著動筷子 小大哥也沒閒著 住桌打招呼 聊得開心投緣 還會直接坐下來 像在自家招待好友一樣 親和力百分百 或許是因為現在的成功 得來不易 夫婦倆自然是格外珍惜 當年餐廳剛開幕時 學歲還沒開通 人潮沒進來 生意自然也不如預期 很多人不願意來宜蘭 因為走北儀會陰車 而且以前宜蘭常下雨有地震 所以說以前的生意 剛開始創業八年的時候 真的很辛苦 負債很多 那時候跟老婆結婚八年 負債八百萬 連小孩子都不敢生 他沒有跟我訴苦過 因為他本身 他是兩棲蛙人退育的 所以他在軍中 已經吃了很多苦 後來他就說 在社會上的這些 其實真的不算什麼苦 鼓勵的話是 只能用愛來鼓勵 即使面對困境 也從沒放開彼此的手 夫婦倆總是帶著笑容 繼續拚 樂觀面對挑戰 或許也是這股精神 讓他們身邊 總有貴人相助 十四年前財務困難 險些跳票倒閉 多虧店裡供貨的廠商 借錢幫忙才撐過去 一年後血碎開通 店裡生意漸漸好了起來 這麼多年過去 廠商一個都沒換 全都是小大哥的換鐵好友 當初我們沒有錢的時候 這些廠商店家都幫我們 那我們現在賺到錢了 我一個都不能換 我說我怕換了啦 人家覺得說 人家要有恩之恩徒報嘛 你真的都把人家換掉了 這麼無情人家以後 你真的有困難 人家都不會幫你 面對考驗 夫妻兩人 是對方最堅強的後盾 生命中的酸甜苦辣 化為一道道料理中 豐富的好滋味 像這焦麻口水雞 濃郁的蒜香撲鼻 麻香濃郁但不會太辣 雞肉滑嫩多汁 吃起來有種彈牙的咬勁 外面吃不到的涼拌荷包蛋 用新鮮檸檬汁跟少許辣椒 調配成獨家醬汁 淋在鹹脆沙拉上 搭配生菜布跟炸過的荷包蛋 泰式酸辣醬點綴 口感層次豐富 吃起來夠味又清爽 熟悉的把布生 把時間帶回兒時的那段歲月 最擅長炒熱氣氛的小代哥 拉著客人一起玩轉盤 抽冰淇淋 恭喜中三球 好厲害 好 來 三球給你了 謝謝 這個要感謝人太多了 每次講到這個有點哽咽 因為當初生意不好 很多朋友都會 倔我們錢 幫我們度過難關 真的 真的很多 那呢 我也要感謝我老婆 一路相停 說真的如果沒有老婆 就光看我一個男生 我可能看不過去 結婚二十年還是一樣甜蜜 回想過往的點滴 太太臉上流下了幸福的淚水 走過多年歲月 洗手相伴的兩人 打造懷舊王國 把童話故事留下夢幻結局 也讓所有人一起體驗 最懷念的古早味 以前古早在三合院 吃著阿嬤的家常菜 是很多台灣人早年的共同回憶 而這家台菜餐廳的老闆 林國瑶 就是懷念兒時記憶中的味道 跟表哥一起重現阿嬤的手藝 像是老台菜 還有丘羅菜 無柳枝等等 已故的美國名廚波登 幾年前也特地上門 品嘗這道的古早味 帶您來看看 天色暗了下來 不少人就想來一頓好吃的 就在這個住宅區的巷弄中 這裡雖然不是熱鬧的大馬路 但每到了晚上 這個夾雜在大樓間不顯眼的小店 就會掛上一盞又一盞的燈籠 看起來就像台灣傳統的農村住家 而且這裡賣的 的確就是古早味的台灣味 這裡的台菜讓很多人特地 馴香而來 就是為了大吃一頓 來 學姐 來 畢哥 五六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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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醜 嘗嘗看 今天這一味 老菜 台灣的老菜 對 大尾的醋魚一上桌 濃郁的醬香撲鼻而來 帶點鹹 帶點酸 讓人聞了就食指大動 夾下一大塊肉 配著銀牙木耳一起入口 醬汁就是有酸甜酸甜的味道 然後中間也帶點辣 然後又有蔥的香味 非常的下飯 鮮嫩 外酥 內嫩 就是這樣子 我就覺得它就是 就是好吃啊 就是我們很傳統的味道 就是幾十年來 二三四年來 沒有跑掉的味道 幾十年不變的一口口魚香 來自鄰國窯舌尖上的記憶 自小看著長輩在一頂鍋爐上 從炸魚開始變出的佳肴 好 從這邊這樣 對 這樣下去 雕開的魚生果粉 炸到金黃八分熟 再用黑醋加進切細的木耳 筍絲跟蒜白 煮成繽紛多彩的濃郁醬汁 這道醋魚在台語裡 有個專門的老菜名 老闆你說它台語要怎麼講 五粒雞 五粒雞 所以就是五粒的意思 是 其實這個要追溯起來 也不曉得從何說起的 就是五種顏色 五種顏色 然後它切起來細細長長 像柳樹一樣 所以叫五粒 金黃的魚在柳枝般的鮮蔬中滾著 就是菜名的由來 早年農村物資缺乏 為了節省家裡有什麼食材 切了就下鍋 這個東西是看家庭裡面 看個人 你要擺什麼都可以 只要是條狀的 所以五粒 就是說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全家人吃飯 然後媽媽做了一些菜這樣 然後家裡有什麼都放的 對 隨性簡單的家常味 就是屬於老台灣的回憶 年過六十的林國瑤 長起鍋鏟重現出來 也吸引很多老客人 專程來回味 現在市面上應該沒有人 要做這一種了吧 有我阿嬤的味道 像我自己曾經試著做 可是我做不出來這種味道 應該就是人家講的半桌菜 早食那種板得彩 就是那種懷念的味道 吃進嘴裡吃的是一口接一口的回憶 令人懷念的功夫菜 讓不少外國人也慕名而來 店裡牆面上的客人塗鴉 可以看到日文 韓文 英文 各種語言就像小小聯合國 就連已故的美國名廚波登 也曾經專程上門 品嘗道地的台灣味 那個時候他就坐在你這個位置 他那時候就坐在這邊嗎 對 就坐在這裡 他們那時候有 他也沒包場什麼的對不對 沒有 他要求他要比較 就是說隨性一點 他也希望說有些客人 在旁邊大家一起用餐 波登入境隨俗 豪邁大吃鄉村皮蛋豆腐 Q彈的豬頭皮 鹹甜的餃辣 而且他還喝台灣的米酒 他就喝米酒配菜這樣子 是不是 他覺得很好奇 怎麼醃漬的啊 怎麼做的啊 這個 所以他之前他說 他其實都沒有吃過這個東西 沒有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所以他是很好奇的 其中一道讓波登印象深刻的功夫菜 就是林國瑤拿手的蒜香油條鮮蚵 我們這個藕仔要先燙 對 那燙的時間呢 在大概15秒左右 你不能燙太久 燙太久它會縮 會縮 就是會老 就是咬起來就沒有那種感覺 燙好的鵝仔肥美飽滿 聞起來就是滿滿海味 最重要的是得搭上老闆的蜜製醬汁 我們有加烏醋 醬油 極醬 還有香菜 梗 梗 它的香氣會比較持久 濃稠的醬汁淋在蚵仔上 底下鋪著過有酥脆的油條 趁著上桌還帶著微熱的餘溫 爆漿肥美的口感最對味 它真的只有鹹度 然後加上它可能有油條 培襯 所以它那個口感就會很多層次 對 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道菜很棒 我會來到這邊擊退 第一口感覺鹹 但是又加上油條來講 它可以把它綜合 很老入口的一種感覺這樣 燒得一手好菜的林國堯 忙前忙後 什麼都自己來 把小小的店面 經營得有聲有色 但這功夫也是從挫折中磨出來的 三十多年前 他跟表哥第一次在國外開餐廳時 對廚物不熟的兩人 就曾經重重摔了一跤 你跟日本廚師跟中國廚師 有些溝通上是很難有一個 取到一個平衡點 但是你沒有辦法20小時 在廚房裡面盯倒 他有時候這個加重一點 那個少加一點 陶甲薄一下 那味道就不一樣 溝通除問題 加上林國堯當時不善廚藝 抓不住想要的味道 生意已落千丈 短短一年間就燒光上百萬資金 一切歸零的兩人 回到台灣重新開始 這次從基本功打起 每天跑市場 從買食材開始磨 裡面的內臟清了 我們要磨平的 不會 絕對不會摸到刺 如果刺 出來的話 那是非常不新鮮的 Oh my God 從嘉義東石上來 所以我們買到的都是最新鮮的 第一手的就對了 第一手的 而且你看那個味道 海很熱 有海的味道 有有有有 一攤接著一攤仔細挑選 不只用眼睛看 摸摸肉質 聞聞香味 就是為了挑選雄欺的食材 有時候他送來 萬一裡面參雜一些 不是很優的 那你要退給他 那個時間點 我們都開始作業要營業了 也來不及了 所以乾脆辛苦一點 自己買品質保證 這才是我們所要達到的一個目標 這麼多年來的目標 十多年來就是這樣 雖然餐廳傍晚才開始營業 林郭瑤卻是每天一大清早 就開始跑市場 挑好食材 立刻帶到店裡處理 我們現在做的這道菜呢 就是老九家菜 是魷魚螺肉蒜 新鮮魷魚跟醃過的五花肉 先在熱鍋中爆出濃濃香氣 再把筍片 蒜白一起炒 它是屬於比較老菜 它是屬於醒酒的 其實基本上 我們喝的是它的湯 至於內容呢 它就是在點綴 點綴出它那個湯汁的香甜 清甜 這道老九家菜 靈魂就在湯頭 肉炒到香氣逼人 就要用老闆每天熬煮的雞高湯 慢慢威 火候的掌控 是能不能入味的關鍵 很難 很難 真的很難 一道菜的行程 沒有兩把功夫 真的是不行的 老闆你第一次煮的成功嗎 沒有成功 過去對廚藝 以竅不通的靈活搖 當年在餐廳倒閉後 歸零再開始 在廚房裡窩了十幾年 一天天磨出老台菜的功夫 炒到手都舉不起來 因為你會對我自我要求嘛 對 那你就會一直一直一直想說做到到位 你的火候稍微控制不好 就差那個兩秒 你多那個三秒鐘 那火這麼大 那三秒鐘會讓那個菜整個味道是不一樣 現在拿著鍋鏟動作精準 慢火把湯頭熬上半小時 飄出陣陣鮮香 起鍋前就丟進蒜苗跟芹菜提味 這一道湯 它應該是屬於那種比較濃郁的湯 它很甘甜喔 用的那個螺肉是還蠻好 蠻頂級的螺肉 然後加上它那個蘿蔔 可以帶出它的甜味 我們以前住鄉村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是大家庭 像這種呢 是最適合那種 剛烏龍回來以後 大家很辛苦喝一喝 就像在大家庭裡 菜一上桌 每個人都搶著吃 一忙起來 林柏瑤穿梭在客人跟廚房間 就像她兒時 穿梭在飯廳的那段歲月 我的祖母很會燒菜 對 然後小時候 我表哥他們就常常來家裡面吃飯 我表哥也喜歡做菜 就是在我中午旁邊看著 那我是在偷吃 因為我年紀比我表哥小 這個都是平的記憶 兒時的記憶 然後把它拼湊出來 當年偷吃的孩子 現在已經年過半百 長廚的長輩們也早已離開人世 這份遺憾化為林柏瑤 心中對台菜的執著 因為我的長輩幾乎都不在了 剩下一個叔叔已經也九十多歲了 家父也在八十七八歲的時候也走了 也是希望長輩 我的父親對我有一些肯定 我也是會做一些菜 告慰他在天的 把滿滿的絲麵化成一道道料理 林柏瑤循著兒時的記憶 找回阿嬤的丘樓 端出老台菜的懷舊滋味 這家開店超過三十年的台菜小館 每到用餐時間總是人潮滿滿 因為這裡有很多外面吃不到的功夫菜 都是非常費工費食的道地古早味 店裡的招牌菜紅蟳冬粉 紅蟳新鮮而且肉質甜美 不管是蟹肉或是冬粉都非常入味 另外佛跳牆食材高檔分量十足 湯頭口感豐富不油膩 還要少見的滷腸是用腸包腸的方式 增加它的口感還有脆度 跟紅白蘿蔔一起下去蹲煮 滋味甘甜相當下半 這家餐廳在2018米其林指南 首度登台時還熔登了 必比登推薦餐廳 就連國外的旅客都慕名而來 它的那個料非常滿 就是我剛剛想要放湯匙的時候 差點就放不下去了 我一看到這個冬粉我就很喜歡 怎麼樣喜歡 非常夠味 我覺得菜色都還不錯 而且還滿難定位的 剛剛今天第一次來吃 就覺得口味相當特別 跟我一般在外面吃的台菜店 不太一樣 比較像那種地道的那種 然後類似家人煮的那種餐點這樣 這間老字號的台菜小館 沒有華麗的裝潢 就像自家的小廚房一般 平時的價格簡單調味 讓老饕一吃就愛上 還獲選2018台北米其林的推薦餐廳 朋友推薦這一家一定要來吃 我們來吃一吃果然與眾不同 很好吃 吃哪裡 我來吃麻利 覺得這邊台菜吃起來怎麼樣 都好吃 就味道還滿特別的其實 老店吸引老主顧的原因 是這裡吃得到台灣早期 那股家庭料理媽媽的味道 紅蟳選那個比較肥大的 比較真材實料比較肥大新鮮的 然後先油炸 油炸就是比較提香一點 紅蟳要炸到外酥內嫩 才能提升口感 接著加入洋蔥蔬菜拌炒 增加鹹甜的滋味 炸到微酥的紅蟳 看得到豐富的蟹黃 肉質吃起來扎實細嫩 充滿鮮味 冬粉吸附了飽滿湯汁 口感相當的Q彈 這邊做了快30年了 就一直跟媽媽其實學習 台菜啊 出爐菜啊 就一直跟著做 內外腸都做 那是在做這道菜的時候 會想到媽媽嗎 會喔 你煮的時候會想 對啊 這間米其林推薦的台菜小館 是內行老饕級的私藏美味 店內的招牌菜包含佛跳牆 紅蟳冬粉 都是非常費工費食的 道地古早味 一起來看看老闆一家人 是如何齊心 讓這飄香30多年的好味道 傳承下去 紅蟳冬粉是想念媽媽的味道 20多年前 黃慧珍和媽媽徐美麗 一起經營這間台菜餐廳 母女倆洗手做出的好味道 深受客人喜愛 但五年前 媽媽因病過世 黃慧珍等一個人 扛起整家店 他說 這已經打了快30年的 筆子基礎了 要好好做 對 要好好做這樣子 不要給他四萬塊錢 對 繼續傳承下去 為了完成媽媽的心願 黃慧珍日以繼夜的辛勞 讓她幾乎喘不過氣 先生黃真祥看不下去 決定一起加入幫忙的行列 炸過它的香味才會出來 那要炸到什麼樣子之下 就是要有熟 裡面要有熟 但是又要保持它的湯汁在這樣 我們大部分都是選用碼頭魚 然後就要先把它炸到 就外酥內軟嘛 我們的烏柳魚比 可能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可能只要用青紅椒還是筍絲 然後下去炒那個醬汁 那因為我們還有加那個 就是絞筋 海參 然後就是比較有膠質這樣 我們要它的中油的香味 洋蔥要爆香 我原本的話是從事室內裝潢嘛 做了將近差不多二十年左右 快二十年 回來做這幾年的時候 我覺得做餐廳 還是真的比較不簡單 一來又要開始準備 對 備料 然後客人來又忙碌 然後有時候又有客人在趕菜的話 又很緊張 又要趕快就把菜 就把它趕出來 爸媽的辛苦 兒子都看在眼裡 也決定回家分擔辛勞 要做出好吃的料理 食材需要特別的挑選 黃真祥也會趁機傳授兒子 一些小技巧 白菜喔 它現在像我們夏天的話 吃起來口感會酸酸 所以我們就是都 用這個蘭頭山上的 然後它甜味比較夠 不光是挑選青菜有學問 店裡頭常要用到大量的海鮮 黃真祥挑食材 就像挑媳婦一樣 馬乎不得 炸工的話就是 它這個肚脐是鹹的嘛 對啊 這樣鹹鹹這樣 沙母的話 它就有一點圓形 橢圓形 炸工的話 它這個 它這個瀉肉 這個瀉角肉 這就很大 人家比較愛吃有肉的 就是要炸工 通常的話來講 大家比較愛吃有蛋的 要吃那個瀉黃 要吃喔 對啊 像我們挑的話就 就你看看它夠不夠重量嘛 還有這個肚脐的話 你要看蛋壓下去 就是不要太軟 等負責量市場才買回來 一家人馬上各就各位 有人負責挑菜 有人負責切菜 為晚上的戰場做暖身 所以我們每一道菜都是很費時間 很耗工 準備時間很長 對啊 然後食材又選得比較好一點 剛開始教他們的時候 帶他們的時候 對 都滿…雙方都滿辛苦的 有沒有就是說 他們不想要做 然後你還勸不動這樣子 也是有啊 我不想要做 要回公司還是什麼 都有這種情形 對啊 那不然你怎麼把它留下來 那我就用… 苦肉雞 之前回來覺得第一道就是這一個嗎 對 因為這個比較花時間 然後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主要是我爸在做 那時候比較花時間 然後就想把分擔一下這個 因為這個是招牌菜 所以已經會便宜 水用新鮮澎湖角瓜 炒過之後把水分逼出 放涼加入蝦仁 地瓜粉攪拌 再下鍋油煎 用那個油去煸它 然後這邊就會變得比較脆 然後等一下吃起來的時候 口感就會比較有成熟 做法廢工的煎絲瓜 需要不斷地翻面 除了要維持形狀的完整 還要控制火候 燒不小心就會前功盡氣 你剛才整回來做的時候 對 變色有變很爽嗎 大概要煎到比較貴的話 應該也要一個多月吧 就是有時候翻的話 不熟的話 可能就是翻吃飯這樣 然後翻吃飯就會 整個心中都會毀掉 掉在同間裡面這樣 看起來醜醜的煎絲瓜 外表一點都不美麗 但卻是老饕推薦的神級美食 吃起來外脆內軟 有點類似蚵仔煎的口感 同時可以吃到絲瓜的甜味 以及脆度 中間的蝦仁飽滿又有鮮味 吃起來層次感豐富 另外店裡這道人氣招牌佛跳牆 有十多種海陸食材 都要事先處理 過程相當的費工 我們這個豬腳的話 都是炸到皮這樣子 有點脆脆的程度 然後它是金黃色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撈起來 然後再拿來滷這樣 我們會有滷那個豬腳的汁 然後可是我們滷完之後 我們會繼續放著 就是當老滷這樣 然後去做一個 我們佛跳牆的底 所以味道上會比較 跟別人不太一樣 十多種材料依序放入膜裡 加入雞高湯提升鹹甜味 再放入蒸籠蒸上兩小時 燉到入味的豬腳入口即化 紮實的芋頭香濃綿密 精華湯頭沒有過多的調味 喝得到甘醇的甜味 今天吃了佛跳牆 這個佛跳牆滿滿好吃的 我覺得它就是它的食材裡面 用得很豐富 然後而且燉得很爛 那感覺它裡面 有很多膠原蛋白 像那個佛跳牆 大概裡面的配料都很好 好像很爛 還有這道滷腸鍋 層層套疊的雙管小腸 口感彈牙 滷到軟爛的蘿蔔 清爽回甘 加入三層肉一起熬煮 吸附滷汁更加的入味 是別的地方吃不到的 獨門招牌菜 剛剛那個滷大腸的部分很好吃 因為它的大腸 跟一般大腸不一樣 它是腸子裡面 還有在塞滿腸子 所以它口感比較彈口 然後蘿蔔也非常入味 料還不錯 那用料很實在 然後吸污 所有東西都 分量都很足 不到私庭大的廚房 對一家四口來說 雖然狹小擁擠 總會有踩到腳 也有摩擦的時候 但因為裡頭 常有對彼此的愛 也讓他們更有動力 我是覺得只要讓爸爸媽媽 可以幫爸爸媽媽 得到比較好的成就 所以我就 感覺我就很開心 所以成就感就是 希望越做越好啊 哪有得你親這樣子 為了全程 記憶中的好味道 一家人齊心努力 用美食 全地滿滿的幸福 幻 destiny ожд� 生命 we 使用餅 人生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